那我们先跟大家正式的来打个招呼吧 9点钟了啊 欢迎大家来到2022年初级会计实务基础进阶班 周末班的课程 我是竹江老师刘洋老师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课程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课堂 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说 我们要用到的书籍呢是这两本 哎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啊 今年的书籍有非常大的变化和革新 大家拿到呢应该会觉得 哎呦耳目一新 咋看咋香 咋看咋美 所以呢 如果你还没有收到 你先甭着急 你总会收到的好吗 所以这两本书籍就是我们基础进阶班 主要要去学习的两本书籍 来 那么为了让大家去这个熟悉我 那也为了让大家能够去进入状态 我呢给大家准备了一部分小小的开头的内容 叫导学与知识地图 那么这一块呢 给大家稍微的去介绍一下考试的一些内容 还复习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以及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知识地图的内容 我们把全书这些东西 老师先给你刻一个模子在你脑子里 告诉你哦 我们要学些什么东西呀 他们什么关系呀 即便你还说哎呀 这些东西老师我还没学呢 不着急但是先把他的血肉 这个骨架给他搭出来 来到这为止收到了给老师敲个一 行不行 收到的给老师敲个一可以吧 OK吧 啊没问题啊 好的来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 来看呢我们对于这个导学部分呢 我们就讲三点小的内容 一块呢是考试的特点 一块呢是复习的策略 一块呢是知识地图 我们来看一下考试特点 我只讲重点 来 报名截止时间 这是最重要的 各位 我问问你们 报名了没 有没有还没有报名的 拖拖拉拉的还没报名的同学 有没有 有的话今天下了课 第一个作业回去 先给我把名报了啊 昨天的北京地区已经截止报名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盯住你们地区的政策 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截止的时间 好吗 来 再往下第二个啊 对于考试的批次来 七天十四个批次 意味着一共要考多少套卷子 十四套卷子 这个卷子的量啊 是比较吓人的 十四套卷子非常多了 那么再往下说提醒提量 那么每一套卷子考些啥题目呢 来看啊 单选题 二十个 多选题 十个 判断题 十个 不定向 三乘五 啥意思呀 三个大题 每个大题里五个小问 来 抢答 一共多少个小题 来 抢答 一共多少个小题 二十 加十 再加十 再加十五 多少啊 一共是 五十五个小题 也就是说 你在规定的时间内 要做完的小题的数量是 五十五道题 平心而论 这个题量并不能算是特别的少啊 来 再往下 那每道题咱多少分啊 其实你们看看啊 单选也好 多选也好 不定向也好 这都叫选择题 但凡是选择 两分 但凡是判断 一分 所以选择就是两分 判断就是一分 但是呢 对于多选题 它有一些相对应的规则 那就是 如果啊 这个题的答案是ABD 哎 是ABD啊 记住 如果你选了AB 你漏选了 你是可以得到相应的分值的 但如果你把C给选上了 你错选了 那你就是零蛋 听到没 这是多选题的一个判分的规则啊 不过这个判分规则不着急 后边呢 咱们有这个模考系统啊 什么的 这些慢慢你们都会成为你们 成为你们的常识的 所以啊 不用担心 来 再往下 考试时长 多长时间啊 105分钟 那说成人话 就是一小时45分钟 我还是习惯这样去看啊 你告诉我105分钟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要说一个小时45分钟 哦 那我就大概知道了 来 那大概是105分钟 然后55道题 平均一题多长时间 平均一道题多长时间 啊 一道题大概是不到两分钟 对不对啊 那其实这个时间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裕的 呃 做题时间方面 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那么再往下是命题风格 来这块啊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几年初级初题的一个风格 首先第一个 内容全面 你说他为啥内容全面啊 因为他要考14套卷子 你想这14套卷子 他能考一模一样吗 他不能吧 他好歹得岔开点吧 那好嘞 他这一岔开可不要紧 但是就意味着 他会把全书给你框个遍 所以说这几年的考试风格是什么呀 内容全面 来再来看 重点突出 怎么个意思呢 虽然很全面 但是那些该考的重点 重者横重 在你的卷子上有 在我的卷子上有 在他的卷子上也会有 所以这些重点内容 是大家优先要掌握的 我在课程中 也会给大家做出充分的提示 来第三个特点叫考法固定 为啥呢 咱们初级呢 大概率是以题库的形式去进行出题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 很多题目 它的考核的方式 干扰项的出具的方式 一些命题的来源 这个题目的设置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能够对命题规律 有比较明确的了解 我们就可以非常顺畅的去应对这些题目呀 对不对 好 来 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对考试特点相关的内容 来 再往下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复习策略 很多同学呢 很焦虑 哎呀 老师今年这个初级变了好多呀 老师这个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办 别慌 两个字 别慌 首先来说说第一个问题 学习计划 好多同学说 哎呀老师 我想这个做计划 老师我好像不太会做计划 这怎么办呀 不用担心 对我来讲啊 我的个人的一个理解啊 别做计划了 做什么计划呀 因为你们不擅长做计划 你也别难为自己了 因为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已经帮你做好了 这个直播课什么时候上课 每节课讲到哪 这不就是计划吗 你还定个什么计划呀 你说老师那我下来干嘛 下来我会给你留作业 你还定什么计划呀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你跟上直播 你这计划自然就有了 你只需要把老师上课让你做的事情 你乖乖做了 你这计划它就制定了 并且被你落实了 所以啊 我个人的认为是 大家跟上课计划这事 它水到渠成 那再往下说来 周内找平 啥意思 啥意思 刚是不是说了 允许你们有些时候辣课了 但是啊 我跟你说 这个课是不能攒的 你越攒 你辣的越多 你就没有那个精气神 再去往下学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每周 比如说啊 这周 今天的课 你说哎呀 有点事没来 那你在下次上课之前的这一周 你一定要把今天或者明天的课给我补上 保证你下次能够跟得上直播 你别说这周辣的课 哎呀 我没听 下周 哎呀 上周课我也没听 那我要不别听了 是不是你们 是不是好多同学 你们平常就是这样的 辣了一次 哎呀 没及时补上 第二次呢 哎呀 上次课反正也辣了 那这次也不去了吧 等到第三次课 哎呀 反正前两次也没跟上 那这次也不去了吧 辣着辣着辣着 好 到考试了 什么都没学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有吧 好 那所以呀 我就要求大家 首先在计划方面 你不用担心 你呢 就好好的跟上直播客 计划就相当于已经制定了 并且被你落实了 那么对你的要求就是什么 对你的要求就是 你在这一周 如果你有点事 辣客了 有点事嘛 人之常情很正常的 但是你要在这一周 找时间 给我补上 保证你能够在下周来 跟得上进度 跟得上直播 来 这块收到了 给我敲个二 可以吗 是我在你家装摄像头了 我还在你旁边蹲着呢 啊 这个咱们这周末班 反正开课了 是吧 大家把我这微博 这小红书 这抖音 给我关注起来 名字都叫刘洋老师 那么我会在我的微博上 小红书上 抖音上 给你们去更新 和初级考试相关的内容 包括 哎 我可能会问你 作业给我做了吗 这个时候 你就嘖嘖嘖嘖一机灵 说哎呀 作业还没做呢 总得有个人盯着你 是不是 光靠你们那自觉性 是吧 那咱就不用多说了 谁自觉 谁不自觉 这谁还不知道吗 是吧 都别装大尾巴狼啊 可以吧 行 来 学习计划 说清楚了吧 来第二个问题 说老师 我怎么复习呀 老师 我怎么巩固呀 我学了就忘 这怎么办呀 为什么 学了就忘 因为这个东西 在脑子里 没有穿点呈现 我的上课风格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是我是一个框架感 非常强的人 我呢 会把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想办法 找到它的逻辑线条 给你穿在一起 那你想啊 一堆散乱的珍珠 如果在桌子上 蹦蹦哒哒 那保不起哪颗就丢了 但如果我有一根线 把这些珍珠都穿起来了 你这一串 你还丢吗 你就不丢了吧 所以说啊 我们去复习巩固 对抗遗忘的一个 主要的方式是 以线串点 把这些知识呢 它串起来 你要找到知识的主线 好 你说老师我找不到 怎么办 有我呢 我讲给你 你只需要拿来就用就可以 好吗 那再有呢 怎么办 重复来对抗我们 遗忘的规律 大家都是人 人都会忘事的 这个太正常了 忘啊 这是一种常态 那你说怎么样 就不忘了呢 老师我 还还是 在这些平台上 我会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给各位更新一些视频 帮助你们去看着这个视频 哦 对对对老师讲这个来着 哦 对对对想起来了 哎 你们通过这些途径来去做一个重复的对抗 OK吗 去对抗你的遗忘规律 好 再往下第三个 题目练习 光听课不做题是绝对不行的 刚呢 我也看有些同学说 哎 这个课啊 这个哪个更好呀 我想跟你说都好 这个你们可以放心 你可以永远相信四尔教育的质量 我们既然能够站在这给各位上课 我们已经是经过质检的产品 所以这个你们大可放心 我合理保证 你听任何一位老师的课 他都能够保证你合理的去通过考试 所以这块你真的不用担心 听谁的都行 但你说我一周我光听课行不行 绝对不行 这个我话放这了 绝对不行 一定要去动手做题 所以说这个题目怎么做呢 听从指挥 指哪打哪 让你做啥 你就做啥 让你去复习哪些 你就复习哪些 总之就是我给你留的作业 你认真完成 你跟上进度 你今年绝对稳 来 到这为止 听明白没有 关于我们的复习策略这块 大家都收到的 给我敲个三 我比较喜欢和你们互动 因为我要确认你们能够跟得上我 如果说你们就在那儿 这样手一抱在这看 也不知道你们到底跟上没 这个有没有掉队 那我心里呢 是不是有安全感的 可以吧 都跟上了吧 OK 可以 来 那我们就进入到导学部分的一个高光时刻 什么呀 知识地图 那么在这儿 老师呢给大家画了两张这个思维导图 其实这个东西呢 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那么大家呢 重点是先认认面 先见识见识 有哪些东西 我可能会见得到 你不用去琢磨 哎呀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不用琢磨 先认识一下就可以了 先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来吧 那我们看看初级会计实物一共多少张 多少张 一共是八个章节 对不对 好 那这八个章节里都放了点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第一块叫知识 这个叫会计概述 这个概述里包括什么呀 概念呀 职能呀 目标呀 假设呀 基础呀 是不是一看就觉得是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 这个空中楼阁的东西 比较上层建筑的东西 比较理论的东西 哎 你说对了 第一张和第二张 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会计的 基本的一些理论 概念 哎 内容的一些介绍 那所以你看还有什么呀 质量要求呀 职业道德呀 内部控制呀 再往下来第二张会计基础这边 有什么呀 财务会计基础 成本与管理会计基础 以及政府会计基础 所以它是三个不同的会计基础 给你放在了一个章节里面 那么再往下什么呢 就是和我们的什么呀 就是和我们的具体的内容有关了 在这儿呢 先补充一个概念叫要素 大家注意啊 在这儿你看到这一堆东西 其实都是沿着具体要素而展开的 那什么叫要素呢 下次刻你就会见到了 那么这次你先简单的认为 它就是内容 所谓的内容 我们换个高大上的名词 就叫要素 可以吧 那么有哪些内容呢 包括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具体来看呢 又是有货币资金 应收集预付款项 交易性金融资产 存货 消耗性生物资产 那么再往下呢 非流动资产这块 又包括了长期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 你看这两个 是不是都是带投资的呀 所以把它放一块了 那么再往下来固定资产 使用权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 这块是啥呢 是一些食物性的资产 发现了吧 那么再往下什么呀 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 那么这个无形资产 看着好像就是有点 摸不着的那么个感觉 那你就感觉对了 所以这两块呢 是流动和非流动 在这儿呢 有一个弯弯 这个弯弯 能看得清吧 来我问问大家 这个画弯弯的地方 是什么呀 这个画弯弯的地方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个画弯弯的地方就是今年的新增内容 有同学问老师这个东西在哪啊 这个东西没有 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导学 这个东西你不用记 相信我 你真的不用记 这些东西等到你全书学完之后回来 这东西这就叫常识 所以真的不用记 这个画弯弯的东西 它不是重点 不一定是重点 但是它都是今年的新增内容 所以说这一页啊 你可以把它给截个图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截个图 截个图放那 未来呢 你想看 你再翻回来看一眼就可以了 你要说抄 大可不必 好吧 来 再往下 来看五到八章 这五到八章又讲了些啥呢 第五章 负债 负债里呢 包括短期借款 应付及预收款项 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还有什么呀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那么再往下来 所有者权益 包括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以及留存收益 然后呢 第七章 收入费用以及利润 以及第八章 财务报告 标括 标括 包括来 四个表和一注 这就是财务报告的主要内容 来 再来几个弯弯 这几个弯弯呢 一样的道理 这都是新增的一些内容 大家想截图 可以截个图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 大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学哪些章节了 一共有哪些个章节呢 八个章节 对吧 那么这些章节里边的一些名词 你也都已经了解了 那我想问问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我们初级教材中 这一堆的内容 这八章的内容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家应该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说东西都还没学呢 思考什么呀 好 你不用思考 我来带着你稍微梳理梳理 能够帮助你 从宏观上认识整本教材 并且对于各章之间的关系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逻辑感和框架感 那下面是需要你跟着我记笔记的地方 来 我先问问各位啊 首先啊 如果我想去这个成立一个企业 我想去生产经营 我首先得有什么 跟着我想啊 这个时候不要走神啊 这是重点的内容了啊 我首先得有什么 非常好 我首先得有钱 我稍微往上写一下 一会怕写不下 钱好 那我问问啊 钱从哪来 钱从哪里来 钱呀 无非两种来的途径 一种呢 怎么办 我去借去 我写在这个横线上 我去借钱 那么这儿 我们就认为这是一项 负债 我跟别人借钱 那当然会形成我的一项负债 就像你跟花呗借钱 你跟信用卡中心借钱 是一样的 对吧 那还有一种什么 我去找一些有钱的人 谁呀 那就是所谓的股东 所谓的老板 对吧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和 股东去进行借钱 那么借来的这部分钱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 叫所有者权益 我简写了啊 所有者权益 好 那现在咱有钱了 成立了企业了 那咱干嘛 是不是可以大张旗鼓的去生产经营了 好 那咱呀 要去 搞生产 来我问你 搞生产 空中楼阁能不能生产 能不能生产 能不能平空 生产出一些东西来 不行吧 咱得怎么着呀 咱得去 买材料 咱还得去买设备 咱还得去干嘛 有一些技术 找一些技术 咱还得去干嘛 得有人 没错吧 所以你看啊 这些东西 所谓的材料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什么 流动资产那边见到的什么 存货 它是第三章的内容 所谓的设备 就是刚刚我们见到的什么固定资产呀 什么使用权资产呀 什么生产性生物资产 它们都是设备的概念 什么叫技术呀 那个无形资产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哎呀 好像挺厉害的东西 那就是技术 什么叫人工呀 比如说我们给这些工人们 发工资 但是呢 咱现在呀 这工资可能刚刚算出来 还没发呢 那是什么 那可能也会形成负债 那你看 有了这些要素 咱们可以干嘛了 咱们就可以去投入了 所以要么 我把这些材料进行投入 要么 我把这些设备呀 技术呀 进行使用 进行耗用 那好 我投入使用 进行耗用之后 我可以形成什么东西呢 我可以形成什么 我可以形成商品 我把这个耗用和这个写在一起啊 那你说 形成商品之后 我可以干嘛了 我可以去卖了 对吗 好 卖东西 两条线 一条线叫我要去 确认收入 一条线叫我要去干嘛 发生一些费用 节转一些成本 那好 我问你啊 一手收钱 一手发货 你赚到钱没 啊 一手发货 一手收钱 你赚到钱没 你大概率是赚到钱了吧 好 这些赚到的钱 咱们起个名字 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利润 所以它也会形成 利润 好 那其实呢 这我们说的是这些资产的正常的投入和使用 那有没有一种情况说 光机我这设备被雷给劈了 或者说我这设备放着放着 风吹日晒 它不值钱了 可能也会有这些事项 对吗 那么这些事项叫什么呀 叫 减值 或者 清查 等等 哎 他们可能 也会影响到利润 对吗 好 那你看啊 这些东西分别都是我们哪些内容呢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这个钱呀 其实就是我们第三章会学到的货币资金 这个负债呢 就是我们第 第五章会学到的负债 这个所有者权益呢 就是我们第六章会学到的所有者权益 这个材料设备技术人工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流动资产 以及非流动资产的内容 这简直啊 清查啊 也是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会学到的 这形成的商品 它也是第三章存货的内容 那这边呢 收入也好 费用也好 利润也好 这是我们第七章收入费用利润会学到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些章节之间的关系 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只不过我把它按照一些类别给它归纳在了一起 所以会计一定是为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而服务的 那你想啊 和你们个人相比 咱平常是不是要打工赚钱 对吧 你们要上班吧 那除了打工赚钱 是不是你们偶尔也想买点理财产品 是吧 也想投投资 赚点让人不那么累的钱 对吧 那所以对于企业来说 它也会干嘛 它也会有一些 投资 好 那这投资啊 咱又分两种 你就结合你个人来想啊 你是不是会买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会去买买什么 基金 股票 债 你都可能会买一买吧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些金融产品的投资 那具体包括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边 它包括像什么债权投资 像什么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什么东西呢 交易性金融资产 咱们就先认个名啊 你说老师这里边都是啥 慢慢随着学习的深入 你都会知道的 好 来你看那除了投这些 你想想 你们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见过这么一类人 买了一堆房 然后拿这个房 要么我去炒差价 要么呢 我去出租 见过没 见过吧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 他也能够去做这些事 那如果他把钱投向这些地方 他投的东西就叫投资性房地产 简写啊 投房 所以你看 哎 他们呀 还可能会去做做投资 那我问你啊 来 咱去做这些投资 本质上是啥 还不是为了赚钱吗 所以他们也都指向利润 那也都指向利润 大部分是想会指向利润 好 那这么看来啊 企业从一开始没有钱 到有了钱 然后呢 投入生产 或者呢 做点投资 然后呢 他形成商品 哎 后来又形成了利润 来 我问一个终极哲学问题 利润属于谁啊 啊 利润属于谁 宝贝们 来 利润他属于谁啊 利润 不也属于所有者吗 不也属于股东吗 不也属于老板吗 如果不属于人家股东 不属于人家老板 人家凭啥给你投钱 闲的呀 不可能吧 所以说啊 利润最终 你会发现 他指向谁 他指向的也是我们的 所有者 所以 从无 到有 再回去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这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 这就是我们整本初级教材的逻辑架构来到这为止收到的给我敲个四 可以吗 这么看清楚过 虽然很多东西你还不知道你还不认识你还没见到但你起码知道它的一个框架是什么样的了吧 这样未来你去学习这个线是有了你只需要把内容给我填上去就可以了 可以吗 OK 对吧 行啊可以 那好 我继续去问啊 我继续去问 来我往前翻一翻 刚刚你会发现很多内容你见过了什么所有者权益呀收入费用利润呀什么负债呀这前面的什么流动资产呀这里边的东西这非流动资产呀哎 第一张你还没见第二张我也没见第八张财务报告咱也没见那是不是说这一二八张跟咱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没关系啊有关系没啊有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来我问你上边这一坨我给你展示的这都是企业的具体的经营事项对不对这也是我们会计主要要记录的事项那我问你怎么记录 我会计怎么样把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变成我会计的语言变成我会计的信息变成我会计的资料我怎么办我要依托于 第一张 第二张所给我讲解的概述也好基础也好他告诉我企业发生这些事好按咱会计的套路咱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第一张第二张他要解决的问题 他提供的是一种基础支持是一种理论支持是一种实际的理论基本的一些概念和介绍所以第一二张是支撑这些所有事项落地的一个大的基础好那现在来看一到七张都有了那第八张呢 第八张呢 第八张是什么编制报表编制报告这些事你拿着一张一张纸来给我看你把我累死算了你总得给我归归类会会总做个漂亮的东西出来才能 能够给我们这些外部的人员去看吧去展示吧去告诉他我这企业干嘛了我干的好不好吧你总得有个东西出来对吗那个最终的产品最拿得出手的产品他就叫财务报告所以他就是第八张这是我们最终的 好第一张到第八张都在这一张图上来这张图像不像厉不厉害我就希望啊大家学完整本书之后你能够自己把这块都给我画的出来你画出来之后你就去琢磨哎呀这个啊材料里边有些什么东西呢这个设备里边有些什么东西呢这样的话你会把整本书变成一张纸 所有东西都在你脑子里考试的时候他考你啥你嘣嘣嘣嘣嘣你那东西全都冒出来了OK吧行吧好嘞那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导学部分的内容来到这为止大家觉得怎么样跟得上吗觉得这个节奏啊进度啊行不行给我一些反馈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 可不可以 我们的平均分呢是四分那么预计今年的分值是五分左右啊大概是五分然后再往下呢我们说哎怎么考呀你说怎么考会出什么大题吗不会吧所以他主要都是单选呀多选呀判断呀考的方式呢也都比较直接但是有些地方呢还是要大家去注意一下有些常见的干扰像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都会给大家提示到位的来第三个怎么学呀怎么学那你就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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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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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确的方式 那是什么 带着问题 咱们去找答案 所以这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学习方法 这种学习方法 你相信我 它会让你的精力非常集中 而且它能够让你知道 哦 这个东西我学会没 哦 这个东西我知道了没有 来 那所以整个第一章 咱们今天呢 应该是可以讲完的 那么整个第一章 我需要各位去找到的答案 一共有六个 那么这六个答案 对应着六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只用六个字 去形容会计的定义 它会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啊 记着它 不用抄 不用抄 后边每一步 我都会提示的 来第二个 说会计基本职能的关系 你能够想到什么类似的事呢 这个我们学到那再看 来第三个问题 说基本假设是真的吗 不做假设可以吗 来第四个 会计信息是什么呀 为什么要有质量要求呢 来第五个 会计是不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环节呀 来第六个 第一章的章节架构 它是在围绕什么 而展开的呢 来这六个问题 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进行过学习 这肯定是天书 这什么东西啊 但是 这节课下来之后 这六个问题 你都会找到答案 这样学习呀 咱们才能够集中 才能够感觉到成就感 对吗 那来吧 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节 会计概念 职能和目标 来 首先来看会计的定义 说会计呢 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采用专门方法和程序 对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过程 及其结果进行 巴拉巴巴巴的核算和监督 好 先暂停一下 你能不能找到一些关键词 关键要素呀 大家肯定说能呀 老师你都标率了 哎 这倒也是哈 那所以首当其冲 我问你 会计他计的是什么呀 会计他计的就是 钱 啊 他是以钱为主要计量单位的 你看啊 我这个人啊 就是永远是话操理不操的 你看我说我就说钱 你看人家教材就说货币 这货币听着 是不是就没有那种铜臭味了 一说钱就特别有铜臭味 是不是 来 再往下 说那咱们呀 对于这个单位啊 咱们用这些什么方法呀 程序咱们寄的是些啥事呢 好 说了 说寄的是经济活动 啥叫经济活动 来 我再给你话操理 我操啥 和钱有关的活动 那就叫经济活动 你要说哎 今天总经理穿了条花秋裤 来 这是经济活动吗 经济什么呀 跟钱没有关 但你要说企业的这个老板 哎 这个总经理 他拿企业的钱 去买了一条100块钱的花秋裤 好 这就叫经济活动 理解不 所以咱们最终一定是和钱有关的东西 他才配叫做经济活动 好 那咱说了咱会计 咱干什么呀 咱干嘛呀 哎 核算和监督俩事 那么这个核算和监督 其实就是后边我们一块要学的会计的职能 再往下说 我们呀 做这些事 我们要干嘛呢 以 这个以不就代表目的吗 以什么呀 我为了什么呀 我要如实去反映受托责任旅行关系和提供有用经济信息为主要目的的经济管理活动 反正就是有用 反正就是我要去提供一些信息 反正就是要去给大家去把这些经济活动的事项都给他核算记录完整 那好 现在我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会计如果只用六个字去形容 那他应当是什么 你能不能从这句话里面找到答案 如果只用六个字去形容会计的定义 他会是什么 非常好 罗小罗同学第一个答出来啊 你上电视了 是什么呀 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所以以后再说会计你甭想那么多 咱就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咱记的是钱 咱记的也是和钱有关的事 对于这个定义 你掌握到这就足够用了 来这样学习好不好 这个问题导向的方式学习好不好 你会直接去找到问题在哪 会找到答案在哪 你是根本不会去走神的 对吗 来好不好 好的话给我打个六 像不像 所以你们跟着我去学 我今年也会去设计很多的办法 让大家能够去跟着往下走 其实大家都不笨 大家也都不傻 只是你们很多时候 需要有一种方式能够引领着你们往下走 那这就是老师需要解决的事情 对吧 可以吧 66666是吧 来继续啊 那来看 说会计有啥基本特征啊 一个呢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注意 我问你一句话 说会计只能以货币进行计量 这句话对不对 会计只能以货币进行计量 对不对 错 非常好 为啥错了 为啥错了 主要 对不对 咱说了我确实是寄钱 没错 但你要说我为了让这个信息更完整 我把那个多少件给你写上 多少箱给你写上 多少面给你写上 能不能写 能写 所以咱不是说不能用别的货币 而是不能用别的单位 而是咱主要用的就是货币这种计量单位 就是钱 来讲一下 说说准确完整性连续系统性 这用他说吗 啊 你干个啥不得准确完整 不得连续系统呀 你吃个饭还得分三餐吃呢 那会计那不更是了吗 这种东西不用管他 来往下走 第二个会计只能 来先观察一下会计只能这几颗星星 两颗星星对吧 两颗星星是不是代表他比较重要了 所以这块啊 各位给我精神抖擞 好好听 来 那么会计职能他指什么呀 他呢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 经济活动及管理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 这都是废话 重点看说 会计职能包括什么呢 包括基本职能和拓展职能 其中核算和监督是基本职能 在这儿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要求各位把层次给我捋清楚 来跟着我记笔记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职能 它是这么一种框架 分为基本的 然后又分为拓展的 没错吧 这基本职能里又有俩 一个叫核算 一个叫什么监督 所以啊 来把这个我放在旁边 你得先把这个框架给我捋清楚 别学着学着就乱了 来抄下来没有 OK了吧 来 这个抄下来之后啊 我们再去深入讲解 什么叫核算啊 什么叫监督啊 什么叫拓展啊 来看看 说会计的核算职能是指 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它又来了 对吧 说呢 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什么呀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啥意思呢 核算 就是把这些核钱有关的事儿 进行什么 四个动作 什么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有同学说老师 这就是全是中国字 连起来不是中国话 啥叫确认啊 啥叫计量 啥叫记录 啥叫报告 好 我都来跟你说说啊 什么叫确认 什么叫确认 这是啥呀 该不该我来记呀 哎 这就是确认要做的事儿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小会计 你想象一下 说来了个事儿 说这是个啥玩意儿 啥事儿啊 我先识别一下 这事儿该我记吗 记的话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就叫确认 先把他的一些 哎 模子呀 内容呀 给他归归类 去识别一下 然后呢 说好 那行吧 那这事儿啊 好像该我记 那我记多少呢 好 这个记多少 这就是 计量 那好了 是我的事儿 该记啥地方也知道了 该记多少也知道了 那干嘛 你记呀 所以呢 就是把它给记下来 这就叫记录吧 好 那你说 记下来之后 一比一比的事儿 好多好多的事儿 企业一年到头 那么那么多事儿 你说好 到了年底了 老板叫你去说 哎呀 小刘呀 你来给我说说啊 咱们今年这个会计的情况如何呀 然后你说 老板你等一下 我去雇一辆卡车 把我记的那些东西都给你拿过来 您慢慢看 你说他生气不 你说你老板生气不 他不止得气啊 他得气死了 什么玩意儿 对吧 所以如果你向人家报告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对这些事项进行一个基本的合并同类项 要去给人家整理一下 要去做一些结构化的调整呀 所以这个报告呢 其实就是一种合并同类项的一种工作 来 这次你再看这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你还觉得模糊吗 不模糊了吧 所以啊 这每件事 人家都是有一个具体的动作的 再来一遍 确认就是说这啥东西呀 该我记吗 咱先识别一下 琢磨琢磨 那这计量呢 说哎呀那行吧 那让我记那记多少啊 那记录呢 好了 记啥我也知道了 记多少我也知道了 那你倒是记呀 所以这就是记录 对吧 那记录下来好家伙 记了一卡车 能直接给老板看吗 你就等着被炒鱿鱼吧 不行 咱得做一些必要的结构化调整 去合并同类项 最终形成一个报告 来这块跟上的敲个漆 可以吧 都跟得上吧 我要这个尽量让大家在课上多消化啊 这样你们下来呢 可能压力会小一点 好不好 你们呢 跟我好好互动 好好的跟着我 行 来咱继续往下 那说呀 咱们刚说 这个经济活动 哎 它到底包括些啥事呢 一马带 好多好多事 什么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复呀 财务的收发呀 债权债务发生和结算 巴拉巴巴拉一大堆 你说咱有必要去记它吗 有必要吗 这些事 就是经济活动来再通俗点和钱有关的活动 你知道这个你看它干啥呀 啊 你说你知道这个了 你看它干啥呀 而且随着你未来学习的深入 你不用再看这一篇了 什么是核算的内容 什么不是你会非常清楚 所以这一篇咱就略过了 不再展开了 因为在这展开没有意义 只会给你们增加负担 请相信我啊 来再往后 咱们来看看 刚刚讲了核算了 咱们再来看看 还有一个职能叫什么呀 叫监督 那这个监督说什么呀 说咱们呢 是这些会计机构呀 会计人员呀 把这些经济活动和相关核算的什么 真实性 完整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 进行什么 审查 使之达到预期经济活动和会计核算目标的功能 来 我问你 咱会计是不是绝顶聪明啊 不是秃头的意思啊 绝顶聪明 对吧 那咱是不是来了东西啊 我就记 来了东西啊 我就记来了啊 我就记 就这么机械 就这么重复 不做一点点的判断和识别 能这样吗 是不是绝对不能这样啊 所以咱们必须怎么着 在你落地的时候 你得去琢磨琢磨 我应该这么做吗 这东西 它是真的吗 这东西 它完整了吗 有遗漏吗 这东西 它合乎法律 法规的规定吗 是不是你得去琢磨琢磨呀 所以说啊 核算的同时 你还要去做监督 其实这几个词 大家都比较好理解 不好理解的是这个 合理 来啥叫合理 啥叫合理 合理的意思就是 合乎经济规律 给你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呢 哎 看到了一张发票 是吧 作为一个会计人员 我的本能是赶紧把它给记下来 对吧 好了 但是这发票 我定睛一看 好 一双袜子 五百万 咋的 你这袜子相襟了 你这不是袜子 是金钟罩吧 你这是 你这出去都得被截支了 是不是 所以你说 一双袜子 五百万 你本能上 是不是就要怀疑一下 就要监督一下 它的价格合理吗 好 又来一张发票 一栋楼 五块钱 一栋楼 五块钱 合理吗 是不是典型的 也不合理呀 所以啊 你看 我们在这个监督的过程中 不只要看 这东西是不是真的呀 这东西是不是有遗漏呀 完整吗 这东西合法吗 这东西它合乎经济规律吗 所以这就是监督 他所主要要做的事情 来 那么大家听完这个 应该什么是核算 什么是监督 你应该都明确了吧 那我问你啊 这核算也好 这监督也好 这俩是单崩的吗 啊 这俩是单崩的吗 他们俩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谁也不理谁是这样的吗 一定不是吧 所以说他们俩之间 肯定是有什么 关系的 首先从大的格局上来讲 核算也好 监督也好 都是咱小会计的基本职能 他俩是相辅相成和 辩证统一的 这句话是废话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好了 在这说会计核算 是会计监督的什么 基础 你说你要是没有核算 你东西你还没有给我拿来呢 我这东西也还没看呢 你监督谁去呀 你有依据吗 你没有 那再来说 会计监督呢 又是会计核算质量的保障 只有核算没有监督就难以保障质量 好 这一坨文字 谁爱看谁看 来个图 好清楚哦 是吧 那大家看图就可以了 核算呢 对于监督来说 它是提供基础 提供依据的 那么监督对于核算来说是保障质量 去保证这些内容 什么 有一个合理的质量的 所以这块文字 谁爱看谁看 这个是需要你记下来的 好吗 把它记下来啊 那么别忘了 有个问题 说你想想啊 这个会计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啊 你能够想到什么类似的事情呀 核算也好 监督也好 你能想到什么事情呀 哎这块呢 你们现在啊 可能觉得哎呀 好简单啊 但是其实真的 你们未来在做题的时候 这块还挺容易混的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记忆的方式 你肯定就不会混了 来核算 我问你 像不像是在做题 像吗 不是有个算字吗 啊12345正在那加呢 来什么叫监督啊 对答案 像不像 那我问你 你题还没做呢 你对什么答案 不能吧 所以做题 是对答案的基础 这不是基础吗 提供依据对吧 那你说你光做题 不对答案行不行不行啊 那你这做的题 你没有质量 所以对答案是做题的保障 保证质量 来 这样是不是就记住了呀 可以吧 这样的话 以后再也不会弄混了 这块知识 今天会了 以后会了 永远都会了 可以吧 啊 那如果啊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 好想象的事情 你也可以这样去放 我呢 只是给你去提供一个比较 简单的一个记忆的思路 可以吧 OK 来 往下走 那咱们呢 再来说说 什么 拓展职能 前面呢 说的是基本职能 包括核算和监督 那么在这儿 咱们再来说一说 什么叫拓展职能呀 具体呢 包括 预测经济前景 参与经济决策 评价经营业绩 全是中国字 连起来不认识 说啥呢 啥是预测 啥是参与 啥是评价 好乱 老师来给各位举举例子 首先啊 你先站在你个人 咱都不用去想那企业 你就想你个人 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产品 你可不就跟企业 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来 啥叫预测经济前景 拿着今年的工资单 琢磨琢磨 哎呀 我明年能挣多少钱啊 这叫啥 预测经济前景 好理解不 好啊 来 还这拿着你那工资单 哎呀 我这电脑能买不能买呀 好像有点贵呀 这叫啥 参与经济决策 来第三个 还是拿着你那工资单 说 哎呀 这个今年这个钱啊 赚的怎么这么少啊 是吧 这啥 评价经营业绩 理解了不 啊 能理解不 所以其实这些和你个人的事项 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那好 如果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呢 我可以通过今年的这些会计资料 会计的结果 会计的信息 我去预测一下明年咱们的盈利水平 这就叫预测经济前景 那第二个呢 现在呀 哎 我们呢 要去怎么着 可能要去投资一个生产设备 要去建造一个生产线 那咱们拿以前的这些信息过来看看 这个生产线 他值不值得投 投了我多久能收回投资呀 投了我多久能够产生盈利呀 对吧 这叫什么 参与经济决策 来那第三个 那咱怎么着 咱呀拿着这个过去的信息来看看 哎呦 咱今年 呦 收入这么多呢 哎呀 这个费用压减的不错呀 这叫什么 评价经营业绩 来 能听懂不 这会计职能能听懂不 应该都可以吧 那我来问问啊 是不是就这三个呀 啊 拓展职能难道就这三个吗 你说就这三个吗 肯定不止吧 为啥呀 因为所谓的拓展职能 只不过就是在基础职能上 对于我们形成的会计信息去加以利用 那你说咋用 那还不是随着人家吗 所以说啊 对于拓展职能 各位记住了 来看解题高手 这块 如果啊 有些事 他在选项中出现了 主只要是合理的合法的 那他都是什么 拓展职能 你需要知道的是 基本职能只有核算和监督 剩下的言之有理的 不反社会 不反人类的 那么都是拓展职能 OK吧 那来 这还有第二个 说呀 他会让我们去干嘛 去选择 什么事儿是跨起合算职能啊 什么事儿是监督职能啊 来这块我问各位 咱们怎么做题呀 咱们怎么做题呢 你想想啊 合算职能更多 还是监督职能更多 你想想 合算职能更多 还是监督职能更多 一定是什么 合算 为啥 合算 我给你翻回来看啊 这一坨 都是合算的内容 多不多 太多了 监督呢 都没给你举例 所以我问你 如果遇到一些题目 他让你去分辨 哎 这是合算呀 还是监督呀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你把那合算 给我先放着 把那监督 当成小鬼 给我抓出来 只要把它排除掉 剩下的言之有理 那么也是 合算职能 来 咱们来做题目 进行训练啊 来看 第一道题 这个对于这个 呃 典礼研习 1-1 说下列个想中 属于会计 合算职能的 有 来 开始了 ABCD一大坨 那我问各位 在这儿 简单浏览一下 题干信息 他考你什么呢 他考你什么是合算 什么是监督 对吗 来我刚怎么说 我说合算是多的 咱不管 监督是少的 咱管 咱把他的关键词 给他逮出来 来什么关键词 你看着谁了 你是不是抖大眼睛 一看 看着A选项里 有个审查 D选项里 有个审查 他就是那个小鬼 所以 A D 给我删掉了 他是个多选题 选什么呀 选BC 好 刚刚我一顿操作 猛如虎 已经给各位展示了 什么叫你做题 什么叫题做你 这些题目 如果你不是听我讲 你大概率是什么样做的 下列个想中 属于跨级核算 职能的有 A 审查各项跨级核算 提到核算了 那他是不是核算 算了 先放房 先看下一个 归籍并分配产品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制造费用 这个是 还是不是呢 我好像在哪看过他 你们一定是这样做题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样做题 就叫啥 就叫做被提给做了 那叫提做你 如果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他既然考核我们核算 和监督 那首先 这两者之间 我去选择计那个少的 计那个监督 那么监督 他会有一些关键词 什么关键词呢 那就是什么审查呀 监督呀 这个这些东西 那你看 A也好 D也好 是不是他已经把他的小尾巴给露出来了 他说审查 他说审查 那这俩他必然是什么 监督之能 对不对 那这俩如果是监督之能 多选题 你说选啥 选B和C 理解了没 什么叫你做题 什么叫题做你就要这样去做 来 那么这道题 想必各位已经学会了吧 来了 继续我们往下来做啊 这答案呢 大家自己去看 这个呢 老师不给大家去念了 没什么意义 重点 你还是要听我 怎么给你去分析的 怎么带领你去做题的 怎么教你的 来 再往下 第二道题说 夏略各项中属于会计基本智能的有 来 A 参与经济决策 B 进行会计核算 C 进行会计监督 D 预测经济前景 来 这又是你们做题的方式 又是被题给做了 不用告诉我答案 我知道答案是啥 你们是不是这么做题的 啊 A 参与经济决策 哎呀 是不是嘞 好像刚刚见过 哎呀 他是不是来着 这样的题 不要这样去做啊 看到会计基本智能 脑子里先给我反应 基本智能是谁呀 核算和监督 然后呢 带着你的答案去 给我找去 直接把B和C 选出来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尤其呢 你们有些时候上了考场 容易紧张 容易乱 容易焦虑 你要去ABCD 逐个往下读的话 你很容易被带跑偏 好吗 所以看到这个题目 他既然问我好 基本智能 那对于基本智能 你心里应该先有一个答案 谁呀 一个是核算 一个呢 就是监督 你就把这两个给我找出来之后 就把它在这选出来就可以了 这就叫你做题 而不是题做你 可以吗 那至于这个A和D 是什么呀 那就是拓展呗 或者说你管它是啥呢 反正你知道 基本智能是BC 它就得了 可以吧 来 这个题过了 来 再来一个题 一杠三 说 下列个项中 关于会计智能的表述 正确的有 来 这块 你们怎么做题 来你先做做 你们怎么做题呀 A 监督智能是核算智能的保障 对不对 来着 B 核算智能是监督智能的基础 对不对 来着 别这么做题 先浏览一下题 你看他考啥呢 他考啥呢 他无非考两件事 第一件事 谁是基本智能 谁是拓展智能 对吧 第二件事 基本智能之间有什么关系 对吗 所以这两个选项 考的就是什么呀 关系 这两个选项 考的是什么 区分 所以看到这种 会菜类的题目 你先分分层 它总得有一个考察的主题 那好了 这块既然考区分 考基本智能 核算和监督 就是基本智能 对吗 那对呀 那言之有理的 就是拓展智能 C对吗 那对呀 好了 又考到关系了 那么关系这儿 首先记住 核算是谁 是监督的基础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么说的 核算是监督的基础 好 说的对 那监督是基础的保障 来是不是这么说的 来看A 监督是基础的保障 来 对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 就选择ABCD 这道题选什么 不是重要的 但是你在跟我做 这三道题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发现 我做题和你做题之间 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 我做题 讲逻辑 讲框架 心里边会提前有应对思路 而你是一种 无防备的状态 坐在这儿 等着被提欺负 你们这样上了考场上 会很惨的 所以啊 你跟着我 慢慢慢慢的去培养 这样做题的思路 所以你看这个题 感受到没 你给它分开啊 这两个考的是 基本智能和拓展智能的区分 这两个他考的是 基本智能和拓展智能之间的 不是 考的是核算和监督的关系 这样的话 你不就把这个题给它 拆开了吗 你再逐一去判断 这不就清楚了吗 来 收到没有 收到给我敲个8 可以不 可以不 感受到了吧 不一样吧 哎 慢慢跟着学吧 好东西还多的是 这才哪到哪 这才第一次课 来 往下走 那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小尾巴 是会计的目标 我们讲完这个 给大家去休息下课啊 来看一下 说咱会计啊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这职能概念 讲了半天 咱有什么目标呀 所以说这会计目标呢 就是我们 会计工作 哎 你要完成什么任务呀 你要达到什么标准呀 所以说呢 咱们会计的基本目标 是向财务报告 使用者提供 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有关的跨级信息和资料 停 来 这段话 我锻炼锻炼你们 能不能感觉到 这段话 他讲了几个主题 这就是我的框架感和逻辑感 你们跟我慢慢的去感受啊 感受我的风格 来 这段话 他讲了几个主题 几个 三个 几个呀 我觉得是两个 第一个 我向谁提供 第二个 我提供什么 对吧 不就说两件事吗 我向谁提供 我提供什么吗 对吧 所以你把这两个事解决了 那跨级的目标 不也就 跃然指上了吗 好 来 下一页 这一坨 我问你 这一坨 说跨级资料是什么 什么什么 好 我问你 它对应的是什么呀 它对应的不就是 你要提供什么吗 所以前面这一坨 讲的就是咱提供 什么呀 那下面这一坨 讲的什么呀 咱向谁提供呀 所以啊 你看 你们为啥觉得学习费劲呀 为啥觉得内容读不懂呀 因为没有框架 没有层次 没有逻辑呀 所以你看来 咱提供什么呀 那就告诉你了 提供的会计资料呗 那好了 什么叫会计资料呀 是指会计凭证和账簿记录 以及进一步形成系统性加工 汇总整理成的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也就是这些财务报告 那么这些资料 那么这些资料可能是纸质的 也可能是电子的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经过快捷的加工之后 要去提供的资料 明白了吧 那在这儿大家注意 咱们的资料可以是电子的 也可以是纸质的 21世纪的朋友们 这电子的还稀奇吗 绝对不稀奇啊 来 那咱们这费尽半天 整理半天 这些东西要给谁提供了 要给这些财务报告的外部使用者 具体包括谁 想投资你的 谁呀 投资者 想给你借钱的 谁呀 债权人 想找你交税的 谁呀 政府及有关部门 还有啥 吃瓜的 谁呀 社会公众 所以说咱们财务报告的外部使用者 既包括投资人 债权人 政府及有关部门 以及社会公众 很多很多人 都是我们财务报告的预期使用者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 咱们第一节内容就讲解完毕了 大家学习辛苦吗 觉得还可以吗 这个进度 这个感觉 这个节奏 你们还可以吗 对我有没有建立一些信任感和这个安全感呢 有吗 可以吧 OK吧 行啊 那咱们一个小时 很快很快就过去了 正好十点钟 一个小时 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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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